師兄,我的死線快到了,你還顧著吃嗎? 死線是死的,人是生的,一定有辦法的 吃飽我幫你想好它 我知道我英俊,也不用摸到我眼睛不眨 你給壓力我也沒用 你的論文題目,我已經在考慮了 阿楓,這麼巧? 這麼巧? 坐吧 好 一代二代代代這麼重,你的工作很辛苦 對,走到腳都不知多痛 對了,你女朋友Maggie,很久沒見她 別提了,散了 為甚麼 她說我經常不願陪她 對,她又不知我下班後,雙腳痛到死 簡直連耕你也不想走 這麼嚴重? 對,我下床那一刻,雙腳一碰到地就很痛 最近還發覺又紅又腫,又輕輕的 簡直連工都不想回 這麼嚴重,你有沒有看醫生? 不用找食物 還是不趕,我趕時間 再見 待會兒見,再見 再見 說開又說,我姐姐做老師你也知道 之前她也跟我說過 她小腿經常都很痛 而且筋還漲出來 後來醫生就說她患了下肢靜脈曲張 見阿楓拿著這麼重的東西走來走去 初步推算 她又可能患了足底筋膜炎 那我們要幫她才行 否則她不僅沒有了女朋友 可能連健康也沒有了 你轉型都轉得很快 現在又說要幫人 那你的論文如何? 誰說的?我已經想好了 姐姐和阿楓所患的疾病 都可以歸納於下肢肌肉筋骨流損 即是與工作有關疾病的一種 那就一於用下肢肌肉筋骨流損 來做論文的主題 好啊 那現在要開始搜集資料了 那你要幫我 OK,GoGoGo Ryan,你有沒有留意到 原來阿May和很多售貨員一樣 很多時候都要站在這裡工作 是啊 一日不是要站在這裡工作十幾個小時 對腳要承受的壓力 都很厲害 而且我還留意到 穿著平底鞋上班的售貨員 上班的時候表現得輕鬆一點 而且還很好笑容 但是穿著高跟鞋的阿May 好像很辛苦 還沒什麼笑容 是啊 穿太高的高跟鞋 會令足底受壓 是導致幻想足底筋膜炎的其中一個原因 照這樣看 阿May有可能是因為長時間穿不適合的鞋 再加上長時間站 導致腳痛 所以就沒什麼笑容了 應該沒錯了 咦,你看看 原來不單止阿May沒有什麼笑容 就連周嬸都是這樣 是啊 周嬸在家裡有事 還是你這個太子女平時對人太差 搞定你做起事上來也不開心 這次當然不是 周嬸 來了嗎 怎麼不出去坐 進來廚房 周嬸,你告訴我 你最近做事是不是太辛苦 還是在家裡有事 不是,為什麼你這樣問 為什麼你好像很辛苦 經常都很不開心 是有不開心的 你告訴我吧 周嬸知道你乖 不過可能人老了 膝蓋就不太聽洗了 現在蹲下起來覺得有點痛 有時候又覺得慢慢緊 唉,不太能動 好了好了 快點出去吧 這裡濕黏黏 我看周嬸有可能初步患上了 膝蓋關節炎 我想也是 原來長時間站在這裡做事 對健康真的影響很大 是啊 咦,你看看何大廚 嗯 何大廚因為經常都要站在這裡做事 對腳受壓太多 所以患有限肌肌肉筋骨流損的問題 看來你身邊也有很多朋友有觸患 你這位未來的物理治療師 是時候幫他們想辦法解決問題 那我這篇論文一定要努力做好它 幫他們找到解決的方法 但是,方法在哪裡找一下 做得你師兄一定知道 上職業安全健康局和勞工處辦事處 或者上他們的網頁 都可以找到很多和預防下肢肌肉筋骨勞損有關的看物和資料 大家好,我今天和Ryan叫大家來 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已經做好一篇論文了 姐,你做好論文關我們什麼事 當然是關事 我來問你,你有腳痛嗎? 也有 那你有沒有腳痛? 也有 那你們有沒有腳痛? 也有 所以,全部都關事 我們發現了飲食業、零售業 和經常都要暴行和站在那裡的行業 都有相當嚴重的下肢肌肉筋骨勞損的問題 就好像你們和姐姐一樣 在你姐姐走一走,哪有事 我之前都有下肢肌肉筋骨勞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教小學 經常都要站在那裡教書 甚至連小識都要站在操場看著學生 其實想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久而久之,對我的腳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之前還痛到都不想動 後來看了醫生 醫生說我患了下肢植物曲張 說得很好 那我姐姐現在之所以走得走得 都是全靠我這個未來的物理治療師 經過我和Y人監督研究 就發現了下肢肌肉筋骨勞損 基於工作有關疾病 已經嚴重地入侵你們的身體 以及影響你們的日常生活 依我們的觀察 周嬸應該說有膝骨關節炎 那怎麼辦 不用怕 其實膝骨關節炎 是一種常見的退化性關節磨病 這種病是由於膝骨關腔內的軟骨 以及其他相關的結構組織受損 而導致膝關節疼痛和其他功能障礙 成因主要是因為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的退化現象 或者由於膝關節曾經受傷 身體過重都會導致膝關節承受更大的壓力 另外因為經常要搬運寵物 增加膝關節的負荷 經常進行重複性的屈膝動作 以及其他因素好像先天性膝關節疾病一樣 而早期的徵狀包括 當你上樓樓梯的時候膝關節是感到特別疼痛 而當膝關節沒有活動一段時間 例如早上起床的時候 膝關節就會感到僵硬 而去到後期 膝關節的僵硬和疼痛就會加強 而嚴重起上來 還會有關節觸痛和腫脹的情況 我大部分的症狀都有 那有什麼治療和預防方法? 當然有 預防的方法除了要避免長時間行走之外 還要避免重複性屈膝或蹲下的動作 減少需要體力處理操作的工序 或者使用適當的輔助器具 例如手推車感 以減低對關節的負荷 還有就是適當保持體重 以及進行適當的下肢肌肉運動 舒緩疲勞和增強肌肉等 如果你們覺得膝痛的時候 最初步的治療就是用一個暖水袋做熱膚 這樣就可以減低痛楚 而至於每天都要站十幾個小時的阿妹 以及速度的阿楓 你們固然就是高危一族 依我觀察所得 你們很有可能已經患了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就是足底筋膜附近的軟組織 因為勞損又或者創傷連引起的炎症 所以你們經常都會覺得雙腳很痛 又或者腳筋位置又痠又腫 沒錯 足底筋膜炎 除了是因為長時間暫爛或者走 導致足部受壓之外 個型的因素例如過肥 扁平足又或者腳掌內翻等 長時間穿著一些不適當的鞋 例如鞋太緊 鞋底太硬或者鞋爭過高 經常攜帶寵物也會增加足部的負荷 而足底筋膜炎的病徵是足筋疼痛 特別是早上起床 腳掌落地的時候 痛楚更加嚴重 站或者走一段長時間之後 疼痛增加 對呀 那怎麼辦 要預防足底筋膜炎 首先是要被足部休息 避免長時間站立或者行走 站立或者行走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坐下休息或者進行一些足部的運動 盡量減輕足部承受的壓力 例如減少攜帶寵物 如果有需要可以用手推車去運動 另外選擇合適的鞋也是很重要的 要選舒適和輕便的鞋 鞋底較遠 吸震能力較強的鞋 可以減少行路時引致的震盪 如果需要可以在鞋裡面放入適當的鞋墊 減輕足底所承受的壓力 以及避免長時間穿高山鞋 在站的位置可以放置預防疲勞地脊 將足底的壓力平均分佈 和有助減輕足底的負荷 從而舒緩腳部疲勞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運 初步的治療可以多做休息 適當的休息可以減少足部負荷和足底受壓 也可以用冷敷的方法 用毛巾包裹冰粒放在疼痛的位置 冷敷5至10分鐘 可以舒緩疼痛和減少腫脹 如果嚴重的話 醫生會建議用藥物 或局部注射消炎止痛藥 幫助減輕疼痛和控制炎症 也會用物理治療 可以減輕發炎症狀和強化基建 其實除了受課員之外 有很多行業的人士 都有機會幻想下肢肌肉筋骨勞損 例如教師、送科員、郵差、護士、 還有廚師 蛤?我也是? 只不過站得久一點有點累 何大廚 你雙腳除了累之外 有時有沒有痕癢 甚至乎小腿的血管有沒有脹了出來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 你有可能是幻想了下肢靜脈曲張 下肢靜脈曲張 是指下肢靜脈出現了擴張、扭曲和凸起 是因為靜脈反的功能不良 甚至乎是靜脈的彈性失去而引致的 它的症狀是下肢靜脈擴張 初期是沒有明顯不適的 而長時間站立之後 環柱的皮膚會痕癢 腿部有沉重的感覺和疼痛 甚至乎是觸果腫脹 而嚴重的時候 環柱甚至會出現皮膚炎 潰陽甚至出血等等的併發症 哎呀,你說起來真的是這樣 糟了,那怎麼辦 那又不用太擔心 是啊,其實要預防很簡單 首先要避免長時間站在這裡或坐在這裡 如果站得久的話 就應該休息一下做一些足蹦的運動 如果坐得久的話 就應該走動一下 令到下肢靜脈的血液回流 其次就可以減輕下肢的壓力了 如果因為長時間要站在這裡做事的話 其實是可以交替轉移身體的重量在單腳上面 又或者交替將腳擺在椅子上休息 如果好像何大柱的症狀的話 其實是有不同程度的治療的 例如要定時休息 在休息的時候要將小腿抬高 這樣就可以減輕腫痛或者腫脹 或者用壓迫治療 在患之道穿上彈力脈或者彈力崩帶 是可以促進下肢靜脈血液回流的 如果嚴重的話一定要看醫生 可能會用硬化劑注射 在患處的植物注射硬化劑 將它封閉 而最後的手段就是做手術 嘩,那都是及早預防好一點了 嗯 是啊,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及早預防 所以你們要注意剛才所說的預防措施之外 還要定時做我們現在教你們的 幾式下肢伸展運動 都會有幫助的 首先呢 是小腿伸展運動 兩腿齊肩而立 之後左腿踏前 雙手扶住牆 身體向前傾 左腳屈曲,伸展右腳 這個位置要注意 腳跟不要離地 之後維持10秒 然後再換腳做同樣動作 完成一次之後 再重複以上動作5次 腳跟提升運動 要站起來 雙手扶住穩固的物件 再提起雙腳 腳跟站立 維持5秒 然後回復自然站立的姿勢 重複做20次 腳伸展運動 首先要坐下 雙腳平放地面 右腳向前伸直 保持在水平狀況 之後 觸火關節前後屈伸5次 再換腳做同樣動作5次 腳伸打圈運動 提起一隻腳 腳掌向外打圈10次 再向入打圈10次 之後換腳再做同樣動作各10次 腳掌運動 但是在做之前 就要準備一條毛巾 和一張椅子 坐下之後 將腳踩住毛巾 之後用腳掌抓住毛巾 腳指頭保持平放地面 之後放鬆 重複動作20次 再換腳做同樣動作20次 注意 如果已經患有足底筋膜炎 就不適合做腳筋提升運動 以免加劇足底筋膜的壓力 令到足腹的痛楚更加嚴重 如果已經患了膝骨關節炎 就不應該做腳火打圈的運動 又或者屈曲膝關節的動作 以免令到關節負荷增加 導致鹽不增加劇 嘩 挺簡單的 你們千萬不要因為簡單 而隨便做就可以了 嘩 那我飲食改善 豈不是可以做多些 那又不可以做太多 只需要做適量就可以了 否則它會用熱狼口板著腳 當然知道 最後就是配合均衡的飲食 和足夠的睡眠 這樣不單止足部武士 還發病不親 謝謝你們 謝謝 一天去完這個飛入旅行之後 簡直可以用精神爽利來形容我 精神爽利現在不單止只形容你 為何它們比我更精神 當然啦 我們每天依足你的改善方法 做下肢運動 所以現在不是這麼神采被人 Yeah